好 那個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這個視頻是要講那個樓弦的 就是假如你的樓弦然後稍微成型了 但是你覺得那個綿密度不像我們抖音的感覺 沒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那怎麼去給它突破 那我因為我最近我爸爸生病 那我說過我這一個多月來我都在醫院 因為醫院進去就不能出來 所以我也完全都沒有接觸樂器 那我畢竟五十幾歲的人 我沒有就是再回來 我爸在家務病房我現在在家裡 我就覺得手已經變比較硬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產生 就是我剛回來的時候很大的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那個綿密度 那我說過這時候我的教學體系 或是我的經驗告訴我 就是要去練慢牛硬小提琴教學 四頻五的毛毛蟲彈射器 那它會把我的筋拉開來 就是在讓我的那個彈性 Flexibility在回春 好 那我說過 對我個人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毛毛蟲 比較可以幫我活開這個低直截的這個部分 那彈射器比較可以幫我打開來 幫我這邊的整個這個經樓展開來 那樓旋這個全部都要 好不好 好 那這裡我要補充一個 我之前視頻有提過 但是我沒有特別錄一個視頻去強調 那因為剛好現在這個時候 我又有這個情況 所以是一個最好來 讓我自己又重溫那個 就是打回原型以後的那個感覺 好 那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樓旋會不會有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樓旋其實應該是平行移動 它應該是平行移動 它不應該是有點這樣 它不應該是這樣 但我們是不是很容易變這樣 尤其是初學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教學 包含我的教學 都會叫你先靠在這邊 先這樣練 好 那這樣練以後 再來就移開來往前的時候 那有些人它就沒有問題 它就可以 但有些人它就是會 還是會 對 那這個其實就跟你的筋有沒有 拉開來會有關係 好 因為 沒有理 我說過沒有理由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平行移動 其實這個 在做的時候這個筋 筋膜其實它會延展 這個筋都會延展 那筋的人它就比較沒有辦法 好 好 那 那如果筋的人 那這個又涉及到 我說過樓旋有三 可以把它分成三 分結成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那個 音高的改變機制 也就是低直結 倒過去彎起來 倒過去彎起來 讓這個接觸的位置在改變 所以頻率會改變 這第一個部分 我稱之叫變頻 改變頻率的變頻機制 可以嗎 那第二個機制是 驅動的機制 就這個 為什麼它可以這樣變動 其實它是要擺動手臂 去驅直 驅動 那我說過無論是手臂樓旋 手臂樓旋 手腕樓旋 其實它都是 身體的力量穿過來驅動 好 好 這第二個機制 那這兩個機制 果然其實還不夠 還有一個機制 叫做 定竿的機制 就是 就是這個擺動 的時候 它為什麼 不會滑來滑去滑來 它可以定在一個位置上 好 那是定竿機制 那這個定竿機制 其實 對有些人來講 它可能覺得需求度 沒有這麼高 好 去討論它沒有那麼高 那有些人會覺得意義很大 那 簡單的說就是 如果你的筋骨很柔軟的人 你很輕易都可以把它 這樣拉開來 你擺動 你用擺動機制 讓手擺動 然後你的這個便停機制 就很容易做到 甚至於你可以做到 不會這樣彎 就這樣的 那你當然就覺得 特別去強調這個定竿 沒有這麼需要 好 但你如果跟我一樣 經比較緊的人 或是到中年比較緊的人 對 那你 你因為拉不動 你擺的力量就要比較大 對不對 好 那你當然就很容易 因為擺的力量大 你就很容易 沒有辦法定在這個位置上 它就會跑掉 那這時候就要去搶掉這個 這個定竿的機制 好吧 那定竿的機制 在慢鈕音小提琴教學4平3 大概9分鐘10分鐘那邊 它有一段話 它說 Now we are going to a significant moment 還是great moment 然後就是how to apply 這個安全的壓力 它有一段話 然後它大概就是我所謂的 它裡面沒有這樣子 用這樣子的詞彙 但是我稱之叫C型扣環 就是類似這樣扣下去 這是一個C 然後你把它這樣 但實際上沒有這麼明顯的動作 它就會扣下去 可以嗎 那慢鈕音它裡面的教學是告訴你說 你把肩膀放鬆 讓它倒下來 and the back back 意思就是你不要往前 就是少這樣 好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的手肘是可以 你是可以再往內 你是可以這樣活動的 你試試看如果你聳起來就不能動 對 所以為什麼它讓你放下 放下你就發現你可以動 好 那我們就從這個角度看 然後慢鈕音它就說 這時候你的手肘就可以 swing 可以稍微做這樣子的swing 晃 這樣子的移動 along 他說a little bit swing 他有沒有用a little bit 這話我又忘記 那你就可以 微微的swing 這樣子的移動 along 沿著這個小提醒這樣 它裡面有這段話 好 那這樣這邊這樣這邊所以就扣過來 就我說的C型突然扣下去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的情況 以我的情況我覺得樓旋 在 第一條旋 就E旋 比較容易做 但是越靠裡面的旋我會覺得越難 就是 就越容易滑掉啦 我剛講那個定竿機制好像越來越不穩 越來越容易滑掉 好 那未必 我當事人未必會意識到是什麼定竿機制 反正我就覺得我的手好像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做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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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想要這樣子 對 那你仔細去看 以我的情況我覺得其實就是這個定竿機制不穩 導致你在拉的時候你怕它跑掉 你就會這樣想這樣 想這樣靠住 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就是這裡想把它握住 它就不會跑掉 就靠這樣夾住啦 就變成那個定竿機制其實是這樣夾 那這樣就非常的不好 就是慢扭音 那個9分 還是10分那裡講 它就squeeze 這就很不好 所以還是要做去 可以嗎 所以要這樣 所以也就變成說 你越靠近裡面的旋 你這個就要 這個 這個along 肩膀放鬆 然後你這個along 這個可以 手 再過來然後靠這樣 你就要越做得越確實 好不好 尤其是 不過這個東西我覺得會跟手的大小 手指的長度有關係 像我的手特別小的人 手指很短的人 我這種需求就感覺特別明顯 因為我 手指短的人 其實我的 我越到裡面的旋 低音旋的時候 我的手 這個拱形 已經變得很平了 對 那它當然就很難處理 很難壓下去 所以我更要確實的 把這過來讓它 這個高一點拱形 就比較容易維持 好 可以嗎 好 就會 這個定竿效果就比較好 好 那回到我剛剛說的就是 因為我 久沒 拉了我的筋骨又硬掉 所以我必須要 毛毛蟲 彈射器這些訓練來幫我 好 那合併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定竿的壓力 來源 然後這個 細形扣管 所以我在做 毛毛蟲彈射器的時候 其實我就要 把這兩件事合併起來 也就是我在做毛毛蟲彈射器 我要確定我這個 細形扣管 定竿有定好 其實毛毛蟲彈射器 它本來就是 要定住 你沒有定住 你沒有辦法做那個 我說過 大家去看我在講毛毛蟲彈射器 那邊我說過 其實毛毛蟲彈射器 它是三段式 它會 就前面會有 就是慢鈕音 它在那個視頻五 一開始提到毛毛蟲彈射器之前 其實它有一個直接法 它是沒有一個名詞 它叫director 但是其實就是 那 後來它就講毛毛蟲彈射器 那毛毛蟲彈射器 你去跟直接法 你去 我前面視頻都有介紹 就是 你去跟 你沒有看我直接 前面視頻的關係 我這裡就告訴你 毛毛蟲跟彈射器 就多了一個預備動作 好 那個預備動作 假如你定竿沒定好 你就會很難做的確實 所以 因為你會滑掉 也就是 直接法就是 就是 直接法就是 就是往後 直接 再往前 這樣就要直接放 或是往前 直接往後就要直接放 那毛毛蟲彈射器 就多了一個 變三段式 它是 比如說毛毛蟲 它是先往後 再往前 然後再彈出去 可以嗎 或是 就是三段式 那 彈射器是先往前擠 再往後拉 然後再放掉 好嗎 可以嗎 它多一個預備動作 先把它有tension的動作 那這個有tension的動作 其實它滿緊的 那所以你定竿要好 所以就是說你在 我們在做毛毛蟲彈射器 尤其像我現在筋很緊 很久沒練琴 很緊的時候 就要記得確實的先把這個 肩膀放鬆 然後這個運功壓力 這個確實把它扣過來 好 那之後再做 我們先做毛毛蟲 毛毛蟲是向後拉 再向前起 再這樣 這叫毛毛蟲 反覆的 再動作 這樣你就可以把毛毛蟲的動作 做得很小 那可以 因為照漫有因 你看它那個教學裡 是屏幕在講毛毛蟲做 事實上它是可以在這個範圍內 做三次毛毛蟲 對不對 我說過先往後拉 再往前進 這樣一次 再往後拉 它是像我這樣連續在做的 那這樣弄弄弄你的筋 你的這個D值也就會變得比較 柔軟 很容易就可以倒下立起來 好 那彈射器 是相反它是先往前擠 再向後拉 然後這時候要把這邊撐開來 它有特別強調這裡要打開 擴張 然後再彈出去 好 那也一樣 你在先往前擠的時候 你要先向內定竿 旋轉式的吸琴扣環 一樣再往後拉的時候 你這個吸琴扣環不要好掉 不要又掉下來了 可以嗎 一樣要 因為它那個彈射器的那個動作範圍會比較大 因為它要擴張 毛毛蟲其實它那個Range都蠻小 對 好 彈射器它會這樣 那在這樣拉引動的時候 不要很容易你就會 你這個吸琴扣環 這個定竿的壓力很容易就會掉下來 所以要記得 在做這個彈射器的時候 往前擠 往後拉的時候 這個還是要起來 慢鈕音會叫你起來 起來它 這個它是不是說這個人要起來 起來其實它就吸琴扣環就扣下來 對這個 好 那這樣子 你做你就會發現你在 實際上樓弦的時候 你就比較頂得住 你就不會有那個跑掉的問題 那你再來做這個小的這種 你的樓弦就不會你往後拉的時候 你雖然往後拉了 那你的手指的位置也改變 但是你沒有壓緊 你沒有壓緊聲音就出不來 那個 對 它樓弦應該是從高頻變低頻 再回到高頻變低 所以它會變 或是 這兩個 對 會有這兩個 那聽起來就會 對 你強調的 而且聽起來就會比較像 那你如果強調是 嗯嗯嗯嗯 用來聽起來這樣 變成低到 嗯 那不管是哪 哪一個先高 再低 或 你強調的是低再高 回來的時候 它中间的频率应该是连续 那这个东西不能断掉 那楼弦很容易像我们今天比较紧的 很容易中间是断掉的 那这样乍听还是有楼弦抖动的感觉 但是品质不会好 不会听起来是像我们抖音 这种 不会像 就不会 听起来比较这样 就中间好像空掉了 那怎么样可以这样子 就变成你这个钉杆要很缺失 那你这个七行扣环 就要扣得很缺失 就是往后拉的过程 你七行扣环的那个角度 要确实一直维持住 不能跑掉 甚至于往后拉还要更往里面一点 更往里面一点 夸张一点 然后拉到更往里面 尤其是在比较里面的弦的时候 因为里面的弦像我用手指短短 我刚刚说过那个拱弦已经没办法撑了 所以更要这样 那这样声音就会才会用 才会用 才会用 才会有那感觉 我现在这首 你看我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刚刚说很烂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好像有楼弦 但你仔细听它中间其实是空掉的 没有很明显 其实它是 突然中间空了一点声音 那一样的就是要做 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指还很紧 所以一样的要做这些训练 我现在就当场做 一样的要去做毛毛虫 好 我就不拉了 因为现在半夜我拉会很大声 好不好 因为做这个动作拉不拉都没关 右手拉不拉 好 那做一样做毛毛 毛毛虫 先往后 再往前挤 再这样出来 然后往前挤 那一样的 往后的时候要记得转进去 就是这个压力 但有没有这么大的需要 其实是相对于你手的柔软度 还有你这个pad 像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漏电会凹进去 所以我更需要 你看我这样压下去它就弹不回来 所以我更要压得比较紧 就看你的需求上面比较紧 那我再 总而言之就是在做个毛毛虫 但是其实要 要配合这个 这个系情况 要可以过来 尤其是在里面的旋 好 我现在先做毛毛虫 毛毛虫先向后 向后拉的时候 进去 然后再进去 好 好一样 一直做 把这个筋弄了 那 我通常是其实会先做弹射器 对 盘车器是相反 是先往前挤 好 再往后拉 往后拉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幅度很大 所以更要确定 这吸引扣还能扣到 好 然后再弹出拉 好一样 再做一次 反复做很多次 然后这个筋就会比较松 好 那时候再来楼弦 不要看一下 然后就比较 声音就 就会有中间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不会是像刚刚 嗯突然没声音 嗯 就不会这样 那就比较有压到 其实你通过的动作也看出来 就比较不会旋转式的 比较 比较可以平移的 因为筋被拉开来 Dann 嘍 其实比刚刚烂很多了 乱乱了很多 那通常一般三指是最容易的 那四指 四指可能会 有的人会觉得比较困 对 offset 四指 对 那事实也一样 其实这习行扣法 尤其是事实 因为事实有很多人 这里我讲一下 很多人事实是这样按的 他立不起来 那其实这种情况的学生 就要解剖学才能解决 他用 其实是因为他肌肉使用的方式是不对的 对 人做这种动作 其实他用的肌肉 跟这种动作用的肌肉 其实是不一样 这样用 他是用所谓的影状肌 也就是他是用手脏里面有一条肌肉 很有名 你可以上网去看 影丘云的影状肌 那影状肌的特色就是 是不是用影状肌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影状肌的人就是 他这个关节会是弯的 但是这两个关节会是 反 为什么叫他影状肌 就是因为他 这条肌肉 影状肌他是人类 唯一从肌腱 衍生出来的 肌肉 肌肉的末端是肌腱 反正他的这一端的肌腱是连在肌腱上 人类只有这个肌肉是这样 他连在什么肌腱 连在 应该在这里 抱歉 只身躯肌的肌腱 那这不重要 这个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这条肌肉蛮有趣 好 那就出来 那这条肌肉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先 他这个低关节 最下面的这个肌关节 他在这里 到这个低指 这个肌 这个指节以后 他绕过来了 绕到后面来 他绕 所以叫蚯蚓 他是蚕肉 他绕到这边 然后就变成在这里 可能没有这么中间 有点侧边 好 然后再 后面到这里 所以这个肌肉 他一收缩的时候 他会让这个关节是弯的 但是这两个关节 却是直的 所以人做这种动作 就是影状机在完成 好 那那个你看 很多小朋友 或是很多成人 他这样 他其实他是用影状机在完成 好不好 所以你要教他 不要用影 你就要想办法扶导他 就是变成他 这个医学上叫做 他做一个带长的肌肉 带长的动作 所以你就要让他懂得 对 影状机 跟这样弯是 直伸趋肌或直浅趋肌 直伸趋肌 他的肌肉是在小臂 我说过 直伸趋肌 直浅趋肌 都是弯 但是直伸趋肌 他肌腱比较长 他会连到第一指节 所以他会 他可以弯这个前端 他叫前端子骨 所以他可以弯最前面的关节 直浅趋肌 他只有到 这 连到中间 所以他只能弯这两个关节 好吗 所以你如果这样 只用直伸趋肌 会是像这样子 这边没有弯 那加直伸趋肌 会这样 当然直伸趋肌 他也可以动这两个关节 好 那跟你这个影状机 这样 其实不一样 你自己摸嘛 你做这种动作说 你这边是软的 你自己摸 然后里面是软 里面没有用力 但你做 像刚刚那个不会的人 你摸他这里面 你看他这里是钉钉的 尤其是内侧 很用力 这里 因为他用了影状机 所以那大部分的老师的教学就 他们不会摄取到这些真正的原理 他就 或是 其实也不能说人家没有原理 就是看你原理要深入要多深入 那他们就会用示范的跟学生讲 不要这样子 要这样才对 问题是如果他那个学生已经进入一个代常机能 或者是说因为他的直伸趋肌 直前趋肌间 那边的筋膜比较紧 就是肌肉外面有肌筋膜或者他比较紧 导致他没有办法顺利的使用那个肌肉的时候 你讲一万次都没用 他还是会一直用这个形状机 等那你就必须辅导他 让他去可以使用直伸趋肌直前趋肌 那这个时候其实 就会像一些像我在吉他界的一些前辈说的 什么 他就说什么手有几条筋 其实这样说不太 你说对也对不对也不对 也不对 就是直伸趋肌直前趋肌 他是整肢的肌肉 对不对 那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会分成肌肌 那每一根手是一个肌肌 那穿过这个腕管 这叫腕管 所以这里已经是肌肌了 所以那很多像吉他界前辈或有些老师会喜欢讲说 有几条筋 然后要让他独立的训练 其实也没错 肌肉本体在这边 但你最后是要让他独立的 每一个自己动自己的 可是肌肉你说是一整数的也不对 其实肌肉里面会有很多的肌纤维 然后再合并成更大的肌肤 然后外面会肌精膜包起来 那肌纤维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全活无粒的 它是可以独立运作 不过这样讲也不太对 应该是说肌磷蛋白激动蛋白 肌纤维里面又有肌磷蛋白激动 然后这个是独立的 所以每一条肌肉它胃在收肌纤维在收缩 其实它不是所有的肌磷蛋白激动蛋白的收缩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全活无粒 应该是肌磷蛋白或激动蛋白的收缩 或者全活无粒 所以它数量上是会有差别的 那回到 不过这不重要 肌磷蛋白激动蛋白不重要 而是激素 所以它一整个肌肉它是分很多小数 那当然这一区的肌肉 当然就比较控制这边的肌线 所以就变成要训练让你自己可以独立的收缩 这边的肌纤维 而不动到 所以那个其实乐器演奏久的人 练到一个中阶以上程度的人 你看它的手它拿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似乎它你看就像我这样可以每个手指都自己动自己的 对 这一看就是要有学过乐器 或是除非天生手很灵巧的人 对 就是学过乐器 那这种能力你一旦获知了 你学什么乐器都很快 对 你学钢琴它也是要独立一个一个 对 你学按长笛应该也让我 对 我有练什么飞飞笛也是一样 对 那你起来按其他按什么都是一样 你这个能力就会独立的控制能力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等于你在训练整属的直升齐续 或直升齐细 它单独的极纤维的独立活动能力 对吗 不过有的老师会强调说 这两个是一个筋 你说这样对不对也没错 像我其他界有一些老师 他会跟你讲说 他们的经验值告诉你说 还是他们曾经看过医学的东西 然后没有记得很仔细 但是 但是就记得这个印象 那这是没有错的 就是 就是 其实之前趋机 我应该没记住 之前趋机 你去看解剖学 其实它分成很明显分成两块 有点像二头级分成两块 但它没有分开来 然后 一个 这一块 有一块是连到 有一块是连到那个 很后面 连到那个应该是 已经到这个公骨 可以吗 好 就是 上臂的骨头 就 穿过 穿过 走关节 我都没记错 那另外一个它实际连到 不知道持骨 还牢骨 就是小臂的骨 所以它的确是已经是两个独立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你 这两个你会觉得好像比较牵斥主 这两个比较牵斥主 这两个比较牵斥主 但如果是这两组 分开来做 你会很容易 因为在直前趋机这边 它的确是两树 好 这解剖学 从外观上就看得到 可以吗 那我们一个长期乐器训练的人 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 里面肌纤维独立 运作的能力会被训练起来 然后最后就牵动每一个肌检 被独立的去运作 好 那有些人 回到我刚刚讲小母君 那个有的人按选怎么按都这样 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他 始终没有去把这个小臂的 这个肌纤维独立的去训练的能力 对 那这样情况的学生 我会建议 就是一开始就先练这种 就是练这种比较高的位置 我自己也一样啊 其实这个 这个观点也不是只有我提出来 Mason 老师也提出 我看到有一些老师也提出 国外也有看到 就是如果这边 会手型一直会跑掉的人 就让他在比较高的位置 那这种位置 因为他没有办法 让你掉下来 因为被这个挡到 再这样他可以移托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来训练 总而言之他还是 我说过其实 暗弦的感觉 无论是吉他小弦 他都是像弹钢琴这样子 弹钢琴不是叫你抱一个苹果 这样 那无论你有没有这个动作 你只是这样 其实我说过这种动作 都是指伸曲细 指前曲细在完成 这个叫reflective 动作 那其实本来就是都是小臂的肌肉 在完成 手掌没有这种肌肉 对 那手指是本来就没有肌肉本体 人的手指是没有肌肉 他只有肌腱 对 所以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进到本来 好 那你弹吉他是这样 小提琴 他角度更大 比较感觉上比较稳 但还是这种感觉 对 好 好 那这样 你让学生如果可以这样 再这样可以这样 他就会洋气掉使用影状机 让他手觉得比较好 好 那回到楼旋 假如你可以这样子以后 对 因为一定要先这样 你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对啊 对啊 你要让影状机长 他当然会写楼旋很难 他连按钮 基本按钮都有问题 好 那这样以后 一样的我们回到毛毛虫弹射器 那一样的 毛毛 我发现我指甲有点长 我会 我剪一下吧 我会 刮到我的指甲 很会像 那一样的 就跟我刚刚在讲 毛毛虫弹射器一样 不过因为他这个角度 比较不好训练 我觉得他这个角度会比较不好训练 因为的确楼旋他 因为我们的手指比较适合这种方向的拉动 人的手指的结构只能做这种方向的拉动 就是这种 正向 他不能侧边拉 因为他这边有卡住 人的手指不能往侧边拉 所以 楼旋其实也一样 其实他是前后的摆动 对 可是人的 手指 如果要这样 我现在讲的前后摆动 是指说 跟着这个方向的前后摆动 但实际上放在琴上的时候 你不可能 你这个方向不可能是这样子 你不可能放到边这样子前后摆动 其实我们是斜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夸张一点是这样 你看大陆很多的老师 就是他小提琴是这样按的 那个网路上不是有一个 那个什么 什么洛杉矶华的那个 然后有一个老师 什么什么 还拿过什么什么奖 他他就 大陆蛮多老师都这样安全 这我是比较不建议啦 我是觉得小提琴应该是斜向安全 那关于这个部分 那个也是大陆的老师 有一个他在那个白老会那个老师 有没有 一个女的老师 他有特别提到是斜 对 小提琴应该是斜向安全 那他也有一个视频在讲斜向安全的好处 跟我讲的差不多 我 我不是说我们被 好的 好 好 就斜向安全 那小提琴应该是斜向安全 可是他是斜斜的插过 好 那 不管怎么样 斜向安全 他也是 这样 很像按旋 跟完全这样子的中间的 的角度 介于两个之间的角度 所以他在拉的时候 其实会变成 那我说过人的手指只能朝这个方向拉 他不能侧边 因为受伤 所以就变 有点这样拉 那这样拉他会有一个分力 是往X 他有一个分力往Y 好吗 好 那这个Y 轴的部分 就是让我们可以 引动这个 改变平衡机制 可以吗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手 越这样子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楼旋 他会把手掌翻到 手掌本来比较是跟这个指板这一面比较平静 那你看 有人一楼旋 他就变比较这样 让这个手掌变成跟这个指板比较垂直 那的确这样会比较好运作 不过他的缺点就变成你要连续楼旋 下一个音要的你就会接不起来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不主张 这样做 除非那个音很长 可以一直动 那下一个音你 你又没有立刻要楼旋 你才可以这样 那这样比较容易 那其实你 那 那可是到底要怎么做 是不是就不能这样说 其实舒服就好了 舒服不影响音乐的执行 接下来的下一课的音乐执行 就可以 那这些对于 以及音音都可以操作的人 它是本能的反应 他可能当事人也不会想太多 他不会想这么多 好不好 这就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角度 什么角度 好不好 好 那所以这就为什么小提琴要斜向暗旋 因为你斜向暗旋的结果就变成 你看 你看我现在这四根手指都维持在这边 我没有像他们这样子 对不对 那等一下 就可以像陈瑞的樓旋教学视频你提到的 樓旋要可以一直连续 每个音都要可以揉 好 既然可以做到这个 但是因为我们是斜向暗旋 所以我们手又可以 往这个 合理的这个 人的身体结构的方向去拉动 好 那会有一个分量分到这个方向 就是 这个樓旋 可以吗 好 这就解答了很多人在问这个 到底樓旋是要摆哪一个方向 好吗 好 那这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个 我刚刚说的往这边这样 你才扣得住这个 因为斜向暗旋 其实你会感觉扣 很难扣住 就是定杆的力量会很难实施 测向暗旋你会觉得比较可以这样 像吉他这样 吉他式的安全 大家也知道我在交鼓 我也有交鼓点吉他 我以前有在 吉他式比较这样 然后他的扩张是扇琴扩张 有说过 就像折扇 啪 把它打开 那小提琴比较不是 他是斜向安全 所以他扩张是这样滑公式的 你说有没有这个扇琴扩张分量 也有 但是不太一样 分量只占一部分 好吗 不太一样 好 那因为他这样 所以他是有点这样 所以你往这边拉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分量 是这边让你可以揉拳 可以吗 那毕竟这样 其实你就很难 往下压的力量 那假如你 回到我前面说 假如你跟我一样 筋比较紧的人 你在带动的时候 力量一定要比较大 才能拉得动 那你很容易就会滑掉 所以你的安全力量 也要越大一点 好 那这时候你就要 因为这样子 你很难再这样施力 你如果勉强 直接这样施力 就会像慢牛逸说 Squiz 会挤压 那你的关节就更紧 你就更拉不开 你就恶性循环 所以你就更要确实的去做 慢牛逸小型教学 四评 三 在九分还是十分那边提到的 他肩膀放松 然后手肘 薯硬 我刚讲的东西 那这样靠过来 好 那一样的小拇指也一样 好不好 好 小拇指也一样 你就不会觉得小拇指压不动了 对 你也不会一直去用 那么多的影状机了 很多人的问题 他为什么用影状机 就是他压不下去啊 因为小拇指 因为小拇指的方向性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 小拇指的这个方向性 导致你很难 这边会比较紧 你很难拉 这个我觉得这个手 这边最容易 这边的关节 这一个关节枪 是最容易多角度的动作 这个关节枪到这个位置 因为小拇指比较短 你伸得比较进去 如果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假如你今天 是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就小拇指不要这么进去 你就会觉得也是可以这样动 不像你试试看 对 你如果把整个手伸进去 让你小拇指 相对于他是 不需要伸得这么进去 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你这样子 假如你这样子好了 那你现在小拇指在指板外面 对不对 那假设这样肉弦 你就会发现其实蛮好动 这个观点蛮好动 问题是实物上 你要伸到这样 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锁住 你就会拉不动 拉不动 他就会很容易滑掉 小拇指就很容易滑掉 滑掉的时候 如果你又不懂了 我刚刚说细琴扣环的 那个道理 就是慢牛逸小拇指评3 讲到怎么安全压力的实施 你就会想要用力压 愿用压 因为他又不好实施 那个指伸趋势 你就会变影装机 你会加压力 你就变影装机 尤其是 因为指伸器 指线器 你又还不会出力的时候 还没有 我刚讲到肌肉分数 你还没有独立训练出来 你就急着要做 就变影装机 好 那这时候再练 那是还没练楼弦 就这样 那你如果练了楼弦 你更会这样 对 所以这时候就要回到 还是一样 让他这样 好 那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这里有点减 跟相对于这 这几个肌关节 有点减 所以你会比较拉不动 那一拉就很容易这样滑掉 我也会 好 那所以这时候你更要 多确实 这个 这个叫什么 靠整个这个来 帮你扣住 那你就会发现 比较锁得住 然后这时候还有一件 毛毛虫弹射器 弹射器 然后用这个来帮你把这边的筋 松开来 所以这时候弹射器 就变得异常的重要 把这边的筋都松开来 可以吗 弹射器 好那一样 如果弹射器往这边拉的时候 这个要扣住 好不好 那再不会跑掉 好 毛毛虫 毛毛虫是先往前 再往 这样 往前 那往前一样 这往前的幅度 没有弹射器这么大 好弹射器是连这边一起撑开 毛毛虫没有 只有稍微一下 好那一样 那一样扣住 要往内扣住 就这个 这个 along 这边 我前面所肩膀放松 这个 这边过来 它就会扣住这个雀 好那你就不会觉得 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问题 就是用影状器 用影状器 你就会发现就比较可以消失掉 对吗 好那这样 好那这样弄弄弄 你就会发现你还是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里 就会变得比较松 在 在 在 这个手指比较短 还要伸得比较进去 就让它 你能看这里可以比较松 好 不过我的感觉是 不是把这个关节 因为这关节它就受限了 而是这里的延伸来扶住它 整个这边乱乱的 来辅助它去完成这个动作 好那不管 不过我自己在做 其实我自己在做小拇指楼旋的时候 我会把这里比较翘起来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一样 所以 所以 这边翘起来让这边过来一点 就让这边感觉上没有这么进去 不需要这么进去 而不是维持这样 维持这样我也不太行 因为会很吃力 所以会翘起来 会有一点 让它 让这边感觉 这个手指就没有伸进去 这么进去的感觉 它这个关节就比较不会被锁住 只要我再说 然后这样来揉 那也一样 就像我刚刚这样 就一样有一点点 空洞 就是 揉过去 是有 但是你仔细听 它中间是空掉的 那一样也要让它可以 你这样也要这样 所以一样也要慢慢 那 过来的时候要 吸琴扣盘 扣好 让它可以咬 за 这1次楼前 就比较中间不是空了 是听起来还是 这又空了 你看这是空空的 尽力 好像你只一听中间 其实没有 shit TO 这種感觉 那一样把它做 那一样 len 按钮 大家 那又硬 你看我又緊掉了 對 因為這樣子一下子熱身完撐不了多久 對 我說過 其實像我們筋很緊 我又這麼久沒練筋 快兩個月 對 他筋又筋了 那就還是要再練練練練 可能要再弄個半個月吧 他才慢慢又恢復到以前的狀態 就是一熱身完就可以撐比較久 那當然如果那個成年人 當然我說過成年人 到我這個年紀也有人 心骨其實蠻柔軟 像女生 他們就不需要 我這視頻的東西他們可能就會覺得沒有這麼需要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將來